你们知道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竞争最激烈的是哪一种车型吗?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是 V-Segment 的 SUV 那么在最近我国的数据统计网人的 Data.gov.my 呢 它们更新的最新的数据 那么你知道在 2024 年的 V-Segment SUV 谁是销售冠军吗?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答案你可能猜得到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首先我们先来算一算马来西亚有多少辆 V-Segment 的 SUV 有这个 Proton 的 X54 然后有 Honda HR-V Cherry Omota 5 Mazda 的 CS3 GSE 的 GS3 的 Endzone 等等等等 其实还有些品牌我没有讲到因为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呢 这个 V-Segment 的 SUV 竞争确实很激烈 因为它的售价部分呢确实是比较多人可以负担的 而且它的车试是卖也是符合大部分人所需求的 因此 V-Segment SUV 在马来西亚卖得非常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先从一些车型讲解 就是像是这个 CS3 啊 Pugeot 的 2008 啊 跟 GS3 M-Zone 等等开始讲起 GX3 M-Zone 这款车其实我最近刚刚开来 我觉得这款车的整体竞争力都非常的不错 它的配备很好 然后它的动力很强 然后它的操控表现也是目前我开过的 中国 V-Segment SUV 里面一种最好的 我觉得这款车确实是有它的 Potential 在 可是问题是在于因为这款车刚刚发布 然后加上它的品牌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目前它的能见度是比较低一点点的 那么我相信在它 CKD 之后如果价格有调整的话 它这个价位它应该可以卖得比较好 但是因为这款车刚刚发布 而这个 Delta.gov 卖呢 它只统计到2024年4月的数据 所以目前 GS3 M-Zone 是没有销售成绩的 接下来要讲到的两款 V-Segment SUV 就是 Buildio 的 2008 还有 Mazda 的 CS3 那么 Buildio 的 2008 呢 其实它是有个小改款车型即将登陆我国的啦 所以它的数据是比较惨一点点 它在今年的头四个月只卖了六辆 我相信这主要是因为原厂已经停摊了 所以没有新车供应给这个销售商 那么在今年下半年呢 它会发布个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到时候销量应该会上涨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这个 Mazda 的 CS3 这款车是从泰国进口 它的价格对比起其他 CKD 或者是国产的 SUV 是比较没有竞争力的 但是凭借着它的比较出色的外观设计 还有比较有质感的内装 实际上它的销售成绩还是不错的 根据 Delta.gov.my 的统计呢 在今年的前四个月它卖出了 352 辆 可能你会觉得呢 这个成绩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要想一下它是 CPU 的 而且它是一款应该是有接近10年的老车型 还有这样子的销售成绩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啦 接下来是这个 B Segment 销售榜的第三名 也是一皮黑嘛 它就是 Cherry 的 Omodafi 老实话 CKD 的 Cherry Omodafi 价格确实便宜 所以在一开始发布的时候呢 确实吸引了非常多的消费者 而在今年的头四个月呢 它的销售成绩为 4795 台 排在第三名 这个成绩真的是要为它排手一下 不过呢 因为目前 Cherry Omodafi 受到了一些品质问题的影响 所以它的销售成绩有一点下滑 在今年内呢 它能不能维持这个第三名的宝座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只要努力一点就做得到 那么在萤幕前的各位呢 有没有 Cherry Omodafi 的车主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那么在 B Segment SUV 销售第二名呢 就是这个 Proton 的 X50 它今年头四个月销售了 6910 台 这个销售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过对比去年的销售成绩呢 就是有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滑 那么首先为什么 Proton X50 的销量会有所下滑呢 首先就是因为厂商本身就有一个停产的动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刚刚发布了一个 RC 的版本 虽然讲这个 RC 的版本看似改动不多 但是实际上它在里面的一些硬件啊等等 其实都有进行升级 所以老款的车型它们会有一个先行减产的动作 来让这个新款车型去进行一个替代 那么其实这个 Proton X50 每个月的销售成绩呢 还是可以有 1600 辆到 2000 辆左右 这个销售成绩是不错的 加上这个 RC 的车型发布 然后现在原厂还有一个 7000 块的 Cash Rebill 我相信这款车在今年的下半年 销售成绩应该会恢复一点啊 那么目前呢 Proton X50 在本地市场提供了两种引擎配置 分别是这个 1.5 公升的 MPI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48 HP 峰值扭率表现 226 Nm 然后这个还有 1.5 T GDI 的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74 HP 峰值扭率表现 255 Nm 两者都是匹配七速的 14 双离合系变速箱 我必须讲老实话 在以价格为前提的情况下呢 这个 Proton X50 其实还是有很高的性价比的 尤其是这个 RC 版本 假设呢 一般如果你没有去接触过这个 RC 版本 你可能不会知道它有什么改进 但是你接触过之后 你才会知道现在它的进步还是有的 OK 现在就要讲到这个 V-Segment SUV 销售榜的第一名 你们猜到是谁的吗 没有错啊 它就是 Honda HR-V 在今年的头四个月呢 它卖出了 7683 台 而且呢它的这个销售程序对比去年同期是更出色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 Honda HR-V 那么好卖呢 首先外观设计是很见仁见智的 我就不讲外观设计了 先讲它的引擎配置部分 目前在马来西亚的 Honda HR-V 呢 提供了三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分别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波轮增压引擎 实际上呢 在马来西亚的 Honda HR-V 是拥有最多引擎配置的 所以相信就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消费者比较偏向这一款车 因为不管你是要怎样的引擎都有的选择 然后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能都会吐槽 Honda HR-V 的配备没有很好啦 但是它全车系配备了 Honda Sensing 就是讲不管你买到哪一款车型都有 Honda Sensing 另外呢它还有像是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ay 等等的配备 空间表现其实也相当出色一下啦 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 Honda HR-V 可以在维持着 那么好的销售成绩的主要原因 而且我也说实话 它可以拿到 B-Segment SUV 的第一名 确实让我有点点惊讶 那么除了 B-Segment SUV 之外呢 有一些号称是 C-Segment SUV 的车型呢 它们的价位也跟这个 B-Segment 的 SUV 非常接近 像是 Toyota Cora Cross 还有 Mazda 的 CS30 还有 Subaru 的 XV 等等 那么其实这些车的销售成绩也不错啦 像是这个 Cora Cross 呢也是有 4000 多台的成绩 那么 CS30 也是有这一个 1800 多台的成绩 但是因为它们的定位都在 C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不把它们放入列表里面 但是就算把它们放入列表里面 这个 B-Segment SUV 的前两名是不会有更改的 也就是 Honda HR-V 跟 Proton S54 那么在座的各位呢 是开着哪一台 B-Segment SUV 呢 可以在影片箱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